小老虎幾乎佔了半個版面 我覺得很可愛 紅色調的配色還蠻喜氣的 動姿唇釉 嗨我是UNA 今天呢跟我一起來開箱 ETU退出的這個非常可愛的虎虎系列 然後就會完成我臉上現在畫這個妝囉 好那我們就先來刷色這個眼影盤 這個是二號的咪咪虎虎 這次聯名的外殼真的超級可愛的 它有這個白色的老虎 還有另外一個是橘色的老虎 那白色這盤它是一個紅色調的配色 還蠻喜氣的 而且它連裡面附的這個墊片 上面都是小老虎的設計 唯一可惜的地方應該就是它沒有鏡子了吧 好像這種九宮格的眼影盤都很少有在做鏡子的 那我們就先來刷一下這個喜氣的配色 我不知道原來韓國人也有在過這個生效的 等一下這幾個顏色也太淡了吧 再刷重一點好了 好感覺還是很淡 好我們看一下會不會有一些比較深的顏色 欸這幾個就比較深一點點了 我覺得這次這盤的粉好像稍微偏乾一點點喔 最後一個深色 哇它這一盤的深色超少的耶 這個深色也不是我想像中那種很深的咖啡色 是比較偏中間 所以這一整盤其實畫出來的妝是非常清淡的 而且中間這個顏色感覺好難駕馭喔 雖然我沒有用過它橘色老虎的那一盤 但是我知道那一盤好像是偏橘然後大地色調的 所以我會覺得啦 雖然我沒有用過 但如果你兩盤要選一盤的話 還是橘色老虎的那一盤會比較實用 因為這一盤它就是比較粉嫩一點 然後有幾個顏色可能真的日常很難去做搭配 剛剛我發現我的眉毛還沒有畫 所以我就先去補了一下 那我今天用的是KATE這個雙用立體眉彩筆 然後現在推出了一個限定組 就是有眉彩筆會贈送一個這個小的染眉膏 我剛剛去看一下屈臣是已經有上架了 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染眉膏是真的很好用耶 因為我的眉毛是比較黑的 所以很多染眉膏都沒有辦法好好的蓋過我的眉毛的衣服 但他們家這個染眉膏呢 它就是可以很好的染過我的眉毛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的 好 那我們就來上妝囉 我想先選這個好了 我已經好幾天沒有畫過妝了 因為我前幾天長真眼 就在這隻眼睛 所以我讓它休息了三天左右吧 這個顏色在皮膚上面比我想像中的更粉耶 原本以為它會膚色一點的 我想要再蓋一個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剛剛這個太粉了 我覺得它這盤的粉質真的有比以往的稍微乾一點耶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顏色的關係 就顯得它好像有點浮浮的 嗯 再來我們選一個這個咖啡色好了 因為我很怕等下畫完看起來很泡 好 這樣子有一點深色疊上去的時候 就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泡了齁 那我們加一點點紅色 讓它能不能增加一點喜氣的感覺 其實它這個紅色還蠻淡的啦 但沒什麼顏色齁 就是一點點紅紅的而已 欸 我說真的這個顏色沒有畫好 看起來很像眼睛過敏腫起來 而且現在幾個顏色都好淡喔 放最深色 雖然也沒有多深 我覺得這一盤原本就是想要走這種清淡路線吧 所以再怎麼疊都好像還是很淡 這個顏色我很好奇要怎麼用耶 因為它跟這個現在的眼妝好像不是很搭 它會這樣子配應該也是有它的道理吧 它這個是有一點點帶粉紫色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不是特別配齁這個這個亮粉 因為底下的顏色太淺了就顯這個亮粉好像有一點圖物 我還是擦掉重畫好了 我覺得沒有很滿意現在畫的 好 我現在底色就是照著剛剛前面的畫法 在亮粉之前的畫法都是一樣的 雖然看起來很淡 但是我確實上來好幾個顏色 那我現在改用這一顆淺色好了 好 有了這個顏色就看起來比較清新淡雅 跟這個底色搭配起來比較適合 但它這個粉色還是有一點點偏光的感覺 你們有感覺到嗎 就是有一點偏粉紫吧 只是淡淡的粉紫 我覺得這個妝真的太淡了 我要再試圖把它加深一點 現在壓多層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這次的粉啊 有稍微偏乾一點 所以它的顯色度是比較低一點的 你用刷子上的時候 因為你避免它掉粉一次也不能沾太多嘛 所以不會像在手上刷的時候 好像顯色度還不錯 可是用刷子在上的時候啊 要比較費力一點 才可以達到一個好一點的顯色度 就會是這樣子一個比較溫柔的清淡的眼妝 它沒有辦法真的夾到很深 我已經戳到我眼皮有點痛了 還是大概只能上到這樣子的深度 而且我一直覺得它這個偏光的顏色配得還蠻怪的 因為我以為它是要走一個很秀氣小女人的路線 但是這個偏光的粉色 又讓人有一點點妖艷的感覺 再加上它配的這顆深色的亮片也是有偏光 而且是比較紫紅色的 就更加難去跟旁邊這些很清淡的霧面色去搭配 所以我是覺得以配色上來說啦 如果粉質是差不多的話 你選那個橘色老虎那一盤 可能真的是會更好駕馭的 雖然我是沒有用過啦 但是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好這個是完成之後的眼妝 其實我本來今天想要訂一個什麼 過年可以見長費的一個溫柔的妝感 因為我看它顏色以為這樣子柔柔的 結果殊不知這個顏色跟這個偏光的亮粉畫起來好像 封城味還蠻重的 好啦我們再來看一下同系列的這個腮紅好了 我很喜歡這顆腮紅的設計 它的這個殼是有點霧面 然後摸起來是滑滑的 然後小老虎幾乎佔了半個版面 我覺得很可愛 那這顆的顏色我覺得是一個很實用的顏色 這個就真的很適合拜年的時候擦了 這種粉粉嫩嫩的 好我們來上一下 它的粉壓得還蠻鬆的 但這個顏色應該是不太會出錯 我現在這樣看我的眼妝真的好瘋成喔 我今天底妝有點乾 但是還ok啦 最後是這個洞姿唇佑 它的包裝也是很可愛的老虎 這個顏色看起來也是很實用 有一個乾燥玫瑰色 味道好甜喔 糖果味 那妝感是蠻好看的啊 就是有一種水亮嘟嘟唇的感覺 欸它好像是不沾杯的耶 它應該是染唇喔 因為它現在沾在我手上的只有那種透明的唇蜜而已 所以它應該是染唇 我現在上厚一點 它的整個遮瑟力就會好一點 那它這種你的嘴巴上面就是會一直感覺到 有一層唇釉 透明的唇釉的感覺 所以它這樣的質地 我怕你戴口罩拿下來的話會沾的這邊都黏黏的 雖然是透明的啦 但是就是會比較不舒服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完成的整個妝容啦 那我一直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的眼影的顏色呢還是這個唇膏的質地呢 總是覺得這個妝有點封城味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的長相不適合這個顏色吧 果然這種粉紫色的顏色不是人人都可以駕馭的 那當然E2他們家這次推出的這個狐狐系列 還是真的非常的可愛 但礙於顏色的好駕馭程度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選擇橘色老虎可能會比較保險一點 總而言之還是非常的符合這個新年的氣息的一組彩妝啦 就是做個開箱給你們參考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訂閱喔 掰掰